台鐵408車次泰魯閣號 在清明年假第一天 高速行駛撞上一輛 滑落在軌道上的工程車 造成51人不幸死亡的悲劇 泰魯閣號事故 今天邁路搶救第三天 已經將第三節車廂順利拖出 並在第六車的轉向架車門下 再發現一具大體 那這個部分現在 我們是用冰塊先把它冰敷 那整個因為車底的空間非常有限 所以要把這個大體 處理是非常的困難 至於之前台鐵預估 4月2日到4月8日 將搶通東正縣 但由於交通部長林佳龍特別指示 擔心車廂與隧道結構物相撞 整個結構物受損 為了安全起見 4月8日東正縣通車確定延期 目前派出八名土木技師 針對隧道結構做檢測 缺了安全無慮才會進行通車 我們一定要做到安全第一 沒有安全就沒有通車 原來我們是4月8日通車 那是表示裡面的軌道 電力都恢復 但現在是在土木的結構 應該是最快通車時間 會在4月20日 如果檢查出來結構有問題 會再做結構補強 所以時間會拉長 至於引發這次事故的 台鐵委外邊鋪工程 過程中為何會不斷延宕 台鐵解釋 工程早在2019年就開始 但由於這段期間 碰上各種連續假期 都會要求停工 再加上為了安全 要求工程必須在夜間施工 整體施工時間較短 因此最後才會召開會議 將工程展延到4月26日 一切都依照程序進行 並沒有違規也沒有開罰 在社會中間在電衛 提出最終的 平安 平安 博大 有為 profes